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进入数位时代之前 数集堪称是推动人类历史进展 与开拓文明边界的最重要的知识载体 经过时间的催炼 时至今日 当我们再度亲近这些传世文物 仿佛重新触发了生命的反思与对话 书这个字本身 它是一个极为笼统的概念 因为科技的发展 现在年轻一代 他未必看纸本的书 他可以看电子书 我们今天非常看重古籍 是因为它有它一个历史的价值 有一个历史的渊源 江南也是地灵人节 人才辈出的地方 许多文人 诗人 画家都聚集在这艺术的殿堂 可想而知 历朝历代的书画都收藏在这里 因为阳洲这个地方富庶 富庶行有余力 除了物质生活之外 可以去进行精神生活的充实 那么因为有这样的一个土壤 有这样的一个条件 所以在这个地方 那个文风就特别的盛 也培养出了很多的学者专家出来 那么对文化的传承 就起了很大的作用 在台湾中央图书馆的善本书室里 有许多重要的藏书 也都来自江南 这三部书呢 都是江南明清时期的古书 那我们第一部是《平史》 这个是袁洪道所做的 那它是这个《极古阁》的刊本 第二部呢 是《历朝明园诗词》 这部书呢 是很特别的 因为当时的这个编者呢 他把历代的妇女的诗词 编转在里面 因为明清以后的妇女 独立性很高 而且呢 也接受一些 这个读书试字 因此他们在这个文采上 也有相当的表现 第三部呢 是这个《罪古堂建扫》 它是天启年间刊印的 那这三部书呢 那这三部书呢 都是江南 特别是在苏州地方的刊本 可以看出江南的这个文化特色 因为这三个都是在苏州出版的印书铺 经历许多战争以及政治因素 对古籍而言都是一场浩劫 从秦始皇的粉书坑儒 到梁元帝的江陵粉书 最后到抗战时期 许多珍贵的古籍 都涨身在历史的劫难中 在动荡的抗战时期 那是非常非常 而且日军逐渐逼近啊 因此当时只有上海 才保持一个自由进出的地方 南京都已经被占领了 所以他们想要在南京收藏这些古籍 非常非常不容易 所以他们后来很多的学者都要化名 他们就要到各地去买书 甚至他们买书的时候 还要另一个组织叫做 古籍保护同志会 就是他要用一个社团的名字去买 而不能是南京的这个 叫做中央图书馆 不能用这个名字去买 所以当时就郑正多 我想这个很有名的 把好几个藏书家的书都买进来 然后进到中央图书馆 当时中央图书馆 在动荡的时期要购书 可是没有购书的经费 所以透过了英国 退还了庚子赔款的那一部分 因此就用这笔款子 可以在民间像这个流散在市面上的 也就这样就采购了相当珍贵不错的好书 宋元明清的好的善本书都能够采购进来 在抗战时期能够购入了一万五千部 不是本 一万五千部的书是相当难得的 而这个也就成为后来 这个我们中央图书馆的最珍贵的一批善本书 而这些善本书多半是来自于苏州江南这个地区 中英庚款董事会保存文献之章 哎呀这批书也很珍贵啊 是庚子配款的 对对对中英庚款 但这笔馆子原本不是购书 原本是为了要建这个新的这个中央图书馆 因为中央图书馆当时才出成立嘛 他需要有经费建筑 但是后来他们这样一起来 就觉得买书比建筑更重要 所以就把这批书也经过讨论核准 然后就来就特别买用来购书 哎呀真不容易 1949年部分古迹运到了台湾 延续了中枢悬蓝的精神 继续着保存研究与修复的工作 台湾图书医院呢 从名称上面来说就是一个医治图书的地方 那所以我们的工作就是在修书 所以我们的人员都是非常谨慎的 例如说古迹上面的纸张是用什么样的纸张来刷印 那我们就会去找相关的纸张来做修复 指书的这个修复的时期更漫长 修书如同医病 所以要遇到一个好的一个治疗的过程 那这个书就可以恢复它的生命 2011年起南京图书馆与台湾中央图书馆 映着历史统元的签系 借由中枢悬蓝为名 每年举办悬蓝论坛 共同传承历史文化的资产 我们古籍学会啊 第一个就是先从两岸的学者 那么彼此做一个焦虑 我们把古书呢重新做整理 我们现在已经国际化了嘛 我们还可以用这个透过翻译啊什么 传播到海外去 所以这个是我们祖先留下来 非常丰富的遗产 所以我们就应该好好的去保存 不仅保存 而且要把其中的精华散发出来 然后去发扬光大 古籍见证了历史的兴衰 也经历了失而复得的过程 纵使在这千变万化的现代生活中 不变的是两岸一同维系中华文化命脉的雏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